謝謝主席,有請委員長 請委員長 楊委員長 剛剛我們林委員講 當秘書長 看了錢比較多 隨便看 播一播就這個 喬委會的錢都有 喬委會真的看起來 錢少範圍大 工作又複雜 看起來又在整個國家來講 到底是不是真的 應該在總體資源上 去做調整 以現在 我們僑台商那麼多 真的都值得思考 因為現在國際化 國內跟我們的 僑台商之間的這種關係 事實上國家應該從這個區塊 重新去思考 怎麼樣定位這樣一個 這樣一個角色 我知道委員長 因為是老 僑委會的 所以看起來有很多 工作也在做新的整理 還有跟部會 在做一些 創造一些平台 我看到 我們當然 大家很重視的 僑民經濟這一塊 我想委員長 目前我們整個 僑委會的僑民經濟這一塊 現在的幾個重點 是在哪一方面 我們早年 早年其實在僑民經濟這一塊 我們有一個 華商的一個聯絡的網絡 那後來在二十年前 台商的這個網絡也起來 因為台商在外面的一個 立足 而且他的發展 事業發展都很好 所以對於 那個華商跟 那個台商的這個聯絡 一直是我們 僑商處的一個 重點工作 但是對現在這個 形式演變 我們對於這些 台商 僑商 他們的那個 他們的這個 經營的一個方式的改進 還有他們對於 那個傳承 那個事業的傳承 這一部分 其實我們也開始在部分 能夠協助他們 那我們自己的 自己本身就是 僑商業務處 在重點的工作上 我看到啊 我看到裡面寫的 大概都是一些 協助這些僑台商的 這個什麼 業務推廣啊 或者是培訓他們 他們僑台商的這個經貿人才 是 還有大概就跟他們 邀請他們回來 可是事實上 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我們既然要跟僑台商結合 那麼以目前我們 國內經濟發展的一個趨勢啊 我們有新的一些策略 那麼對於僑台商 返回到台灣的投資 這一部分啊 我看這個效果是越來越不好 我看這個統計 今年啊 回來了只有 539萬1千美金啊 一到九頁 那麼看資料看起來啊 從1999年開始啊 沒有一年啊 沒有一年是超過一億的 沒有一年超過一億的 那麼看起來這一部分啊 當然這個工作可能是經濟部 可能是外資經貿部分的他們主要工作 但是我覺得啊 我們僑委會啊 因為最直接接觸的 我們最直接的工作啊 就是這些僑台商 那麼我不知道說委員長在這個七塊 我看到你們裡面的這個 對工作的績效指標啊 績效指標去做考核啊 很簡單的就是說 邀請這個海外僑商回國觀摩啊 掐糖商機啊 那麼僑商學習成果的滿意度 如果只有這兩個指標去看 我本席是覺得太消極了 太消極了 很可能在這個區塊 當然今天要招商引資 可能不是我們僑委會的主要工作 但是僑委會在我們委員長 您上次報告也講過了 就是跟經濟部份相關部門啊 做成一個平台 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這個平台假如起來以後啊 我對於我個人對於 就是說我們對於這些僑台商的 招三引資回來投資這個區塊 我認為這個指標啊 應該會變成裡面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我不知道說委員長對這件事情 您的看法怎麼樣 我想我非常贊成楊委員的意見 就是對於這個僑台商回國投資啊 這應該是 我們這個重點工作 不過我們現在有一個困難的地方 就是說我們在經濟部的這個回國投資 這個審議的部分啊 他除非是說 他的那個申請人 本人或是股東部分啊 他是用華僑身份來申請的話 才算是華僑回國投資 那假如他拿外國護照 或是說他原來就是我們的台商回來投資 他都不算華僑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可能實質上回來投資了蠻多 是蠻多的 可是我覺得啊 當然這種指標的作用 主要是讓我們了解到實質的效果 如果就算經濟部是這樣子的統計啊 事實上我們 假如我們是真正是由我們僑委會引回來的 照樣可以用另外一個型態呈現 可能在國家的統計數字上不是這樣子 但最起碼也讓國人 或者是讓我們這個委員會來理解說 原來除了這個不是用華僑身份這個回來的 那麼透過這個我們僑委會或者是經濟部啊 這個引進回來有那一些 假設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這樣子雖然不是國家統計的數字 但最起碼我們可以去評估說 到底我們這個僑民經濟業務處的績效是在哪裡 我覺得這一點可能這個委員長可以參考一下 好的 那麼大家第二個剛剛我們也談到說僑效啊 僑效現在下降 可是我們看到一個現象就是說 現在華僑回到台灣讀書的是越來越多 僑身 那麼因為台灣現在我們的整個高等教育這個區塊的產業的發展 應該來講是資源還是過剩的 所以我們有這樣的一個條件去爭取我們這個僑外的學生啊 回來就讀 不過我本席在這裡有看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回來的這些僑身啊 像我們大概這兩年大概就是總人數是一萬五千啊 假設我們平均起來 我們其實一個年級的學生 假如我們用四年來平均啊 應該是大概三千多了 但是我們發現啊 我們發現一個問題 畢業的人數啊 每一次啊 這個看起來呢 都只有這個三分之一沒辦法順利畢業 那當然這個存在了幾個問題啦 我不知道喬委會有沒有去注意說 為什麼這些僑身來就讀以後 都沒有辦法順利在他的學程當中畢業 那可能當然我們既理解可能有幾個現象 是不是他適應有問題 我們僑務委員會是不是在這個區塊要做比較多的關注 或者是協助 那當然我們現在理解可能有一些狀況啊 就是說可能有些僑身 其實某一個程度因為回來 在這裡也許想打工 有一份工作 或者是牽涉到未來激流的問題 自己某一個程度 技術上的做一些這個 把它這個言辟的這樣一個狀況 不過我覺得這個現象啊 因為既然這些僑身 是僑務委員會的主要工作 本席認為你們要對這個問題做一個分析 如果是他們學習適應是真的有問題的 那是跟教育部或者是跟所謂的相關協調單位 是不是有一套這個協助的辦法 那如果如果是面臨工作的問題 我覺得總體性啊都要去考量 事實上我們現在很多國內的工作的人才也不足啊 還有外流 在這個區塊可能就是牽涉到政策的問題 那這個政策 我認為僑委會啊 應該可以做出一個比較深入的研究 然後對行政院提出一些政策上的一些呈現 讓我們國家對僑身 包括工作這個區塊啊 能夠做一個比較好的規劃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我們僑務委員會可以來努力的 好 是 謝謝